大家好,这里是娜家的小花园 现在大家看到这两颗铁线连圆空和解放呢 其实感觉还是有点对不起它们的 因为我去住院之前,它们刚刚开始开花 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呢 它们最主要的剩花期已经过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它们还是有缺水的 因为它现在的蓄水量非常的大 所以等我回来以后发现有很多花瓣都已经散掉了 所以就错过了它们最美的时间 现在就是花期差不多已经过了 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开花的情况 然后这颗解放呢,我觉得我盘的不够高 今年大多都是盘在底部了 然后底部密密麻麻开了一层又一层的花 那么上面的话就太少了 明年的话要吸取这个经验教训 把它盘的再高一点 那这个圆空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花都已经开败了 就很可惜 没有看到它最美的时候 然后这颗圆空是修根的 而且修根的这个幅度呢还是比较的大 那现在从它开花这个情况来看 修根完全不影响铁线连的开花 所以在月季身上可以实施的这种修根的方式 在铁线连身上同样可以实施 然后那个乌托邦,然后现在还没有打开 就打开了一两朵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美女鹰啊 上次到的是这三颗 就是和风 然后这个应该是什么旋转来着啊 住了一个月脑子也不好使了 然后这个阴柔粉好像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开花的情况 然后后来我又买了两批 一批呢是这一颗加上这一颗 然后这个颜色我非常的喜欢呀 店家那里是没有标名字 就说是正蓝 但实际上是蓝紫色的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个应该也是跟他们同批买的 它是这个杏色的 这是因为有一个花有的杏色的花 发给我感觉很好看 所以我就买了一盆杏色的 这个是最后一批买的 紫色选择 然后店家又送了我一盆 不知道什么颜色 到现在没有看过它的这个花色 所以现在呢 我一共有八盆美女鹰了 那养了现在其实也没有多长的时间 但是从现在我的这个养护的感受来说 非常的好养 你们说的红蜘蛛 反正我是没有看到的 然后白粉病更不用说啊 根本就没有 而这个花从买到的时候就一直在开 开到现在 而且还有很多花苞在不停地冒出来 真的是超级情花的品种 所以美女鹰我觉得养八盆完全不多 如果它夏天都能够开花 一直能够开到这个秋冬 甚至有话有说它冬天都可以开花 那我觉得这个花卉真的是太美好了 很漂亮不是吗 而且目前看起来这个直立性都很不错 所以这个品种呢 我现在是越看越爱啊 和风 它现在已经是把上次中间的这个空缺处填满了 真的很美啊 直立性非常好的一个美女鹰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这边 我自己牵插的这一堆小蓝莓 这里一共有五盆 然后这两盆是开花了 好可爱的小花呀 大家看一下啊 而且呢我发现这两个品种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花呢 是瘦长型的 然后这个花呢显得圆一些 然后看叶子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虽然叶子颜色现在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这个叶子尖尖的 然后这个叶子是圆圆的 所以这个品种应该是奥尼尔 然后这个品种应该是薄雾 这么小的牙签苗 这个果子能不能挂住还是一个问题啊 本来这样的小苗其实不应该让它挂果的 无所谓了 反正我有这么多的前叉小苗 这个薄雾就开了这么几朵花 另外那颗奥尼尔在那边呢 它今年是颗粒无收啊 可以说是 反而是我自己牵插的两个小苗呢 开花了 所以真是无心插柳 柳成荫啊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颗蓝莓小苗 之前说了开花了 现在是结果了 好可爱啊 这里只柳了三个果 因为这段时间雨水太多了啊 那反思呀 我这边大苗没有长好的原因 主要还是在于配土 因为这个小苗是我自己给它们配的土 因为这小苗的配土跟大苗不一样啊 大苗呢是因为上个夏天过去之后 它的配土太过于疏松透气了 我天天都要浇水 所以我实在忍不了就给它们的配土当中加了很多的蚯蚓份 蚯蚓份实际上保水性非常的好 或者说它可能不是那么偏酸性 应该是比较中性的吧 所以对于蓝莓的生长来说是很不利的 本来应该给两个大苗重新配一下土 但这段时间呢就精力有限 一直就没有管它们 像这个小苗就是酸性土 我自己配的 那我接下来呢 可能有时间有精力的话 会给我这边大苗再重新配一次土 可能会让它们长得更好一些吧 好的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